方法不太一樣 你可以打一個list也可以 這個地方打一個list 或者打一個 我們的class名稱.list也ok 然後它是一個msg 那時間長度的話 我用3000 或者用什麼tost.lex 底線run也可以 兩個方法都可以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把它save一下 那之後的話 我們來run run的話呢 直接幾個方法 直接你可以呢 在這個專頁上面按右鍵 執行為enjoy application 那這個時候特別注意喔 請你要先把 模擬器先run起來 那run起來就會看到畫面上 這個模擬器 那我把剛剛的APK 傳過來了 傳過來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在這邊輸入一個 這個一個身份字號 這邊可以切換 切換那個 輸入的方法 那隨便打一個好了 姓名的話 這個鍵盤用起來不是很好用 隨便打一個 ok 那但是呢 它這個地方就沒有辦法 限制我們的這個長度 可能你會打多 那因為這邊沒有了 所以你可能要不然就額外自己要判斷 如果它自算長度大於10的話 那它重key 好了之後的話呢 我們按個確定 看一下結果到底正不正確 你會不會秀在下面呢 按確定 您的個人知道如下 但是它只有停3秒鐘 所以這邊的話 按確定 如果有跳出來 那表示你這個程式 是撰寫正確的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我等一下會把這個畫面的程式碼 也會傳上去 給各位參考 好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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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